公民崛起 大家一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汪傑銘 沒有錯 今天其實有一個消息 可能在媒體上面 是要三四版才看到 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昨天在立法院決定通過 而且是主動提的 通過就是將把高鐵要國營化 叫做國營民有化 國營私有化 你有聽過這種奇怪的字眼嗎 可是我們要問一件事情是 BOT可以國有化嗎 我再請教一件事 BOT可以國有化嗎 那麼交通部幾乎現在是自走炮 我發現我們現在國家自走炮的單位 還是不少 交通部變交通國了 然後財政部變財政國了 高雄決定要石化業 一定要簽到 這個總公司簽到高雄 那以後台積電在台中 是不是台積電總公司要在台中 那以後我們公司在哪個地方 那公司要轉過去 不轉就是違憲嗎 我們是不是都自走炮了 雲林也可以說一句話說 我決定自治 所以我決定要這個煤炭 就是我要來管治 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就在當下馬總統卻是很開心 這個見到政大人握手的時候 他說一句話說 這個握手不是迷信 迷信是少數人 難道馬總統只在乎握手嗎 現在國家已經開始變得是一個無政府狀態了 難道馬總統不知道嗎 那麼蔡英文的態度又是怎麼樣子呢 我們今天來討論這件事情 如果今天高雄市政府可以決定 所有石化公司總公司都移到高雄的話 那是不是各縣市政府都可以要求 他最大的這工廠的總公司要移過來呢 那我們是憲政大亂還是無法治的國家呢 其實我不解 這個沒有所謂的藍綠 而是要問一件事情 地方自治是不是出問題了 好 當然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台北大巨蛋 自從柯文哲高舉清明清廉透明之後 似乎全台灣都要找顛覆過去的事情 好像這樣才是正道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就是大巨蛋 前天說要勒令停工 今天要復工的巨碼 然後還搞出一個就是小秘書不幹了 因為小秘書說那個line是我寫的 可是我不知道市長會說之類的事情 你不會覺得一個大巨蛋竟然問 變成是趙騰雄有沒有喝酒 再念一次 大巨蛋變成趙騰雄有沒有喝酒 你不覺得這很可笑嗎 就在當下大巨蛋完工復工 說不清楚的時候 柯文哲又說話 他說這次要把這個馬英九跟李樹登 移送 移送這個法辦 我們到底看的是問題是很單純 大巨蛋安不安全 大巨蛋該不該拆掉 這些事情好像沒有得到答案 但是我們物理看花看了一堆事情 那你知道最近PTT最熱的消息就是 趙騰雄到底有沒有喝酒 好了 趙騰雄有沒有喝酒 跟大巨蛋有關係嗎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的來賓 資深媒體人鍾年晃 建民好 大家好 年晃 你不喝酒吧 我很少喝 幾乎不喝 OK 那如果有人說你喝酒上電視呢 不可能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這很重要嗎 我覺得不重要吧 對 那一樣 趙騰雄有沒有喝酒跟大巨蛋重不重要 看起來好像蠻重要的 來 新北市議員昆成 傑民哥好 大家午安 昆成你從新北市看台北市 台北市是越來越熱鬧了 跟今天的大雨一樣 看得一塌糊塗 真的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了 看不清楚了 我們昆成可是資深議員 好 另外就是我們資深媒體人 山後知 主委好 大家好 後知 你怎麼看這個 馬英九握手的事情 握手 他就已經握 我覺得那沒有什麼好討論的 好 但是他握得很開心 似乎沒有什麼迷信的問題 好 另外就是資深媒體人 陳金蘭 大家好 金蘭 你怎麼看我們柯P 他是不是快要接近崩潰了 我覺得他的問題是著市敬非 自己打自己的眼 好 另外就是台北市議員 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慧珠 那個小秘書是 真的能力很強嗎 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很會打小報告 懂了 懂了 好 另外就是到底大巨蛋要不要猜 他的答案是猜定了 松煙 空園 催生 聯盟 召集人 歐毅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所以猜這件事情 這條路一定要走下去 不管怎樣 我們都會堅持一定要拆掉 好 所以答案就立場 很清楚了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事情 到底這個事情該怎麼發展 我們先看一下最新的消息 最新要求是 北市跟遠雄已經達成共識 大巨蛋南邊先行復工 這是這個達成共識 那昨天是沒有 昨天是要停工 今天就要開工 北市府今天早上邀請了 大巨蛋營造單位 遠雄建設 大林組營造 與土木祭司公會 大地工程技術公會等等 召開了停工處置會議 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 都發局長林周明出面宣布 為了整體公共安全 大巨蛋南群將掀席報備復工 遠雄人員現在可以馬上進入施工 剩下東西南其他區域復工 留待下週一晚上七點來做結論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指的是什麼地方 因為現在根據這個整個爆料 就是不是爆料 應該是姚立民的說法 我們可以看這個圖卡 就是靠近中校都跟中校都會議先的部分 有兩個大底還沒有完成 其他部分都完成了 那這大底這是捷運 這捷運看得到 所以這個大底是離捷運最近的 所以現在的結果事情是他要求其他部分 包括周邊都不能做 只能做這兩個地方 好 這個答案是大家要的嗎 其中又簽證了一件事情是 這個我們的這位捷運長周理良 他完全都沒有 就是他是置身事外 是不是柯文哲已經開始 不相信這個人了 我們剛剛這個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善後知 你怎麼來看這個事情 這樣的處理OK嗎 我覺得今天來講就是一個月之前 柯文哲自己講過說 如果他停工會有更大的問題 就一個月之後就宣佈停工 那我覺得今天演變不太令人意外 因為你看到工程界今天的發言 大概幾乎一面倒人認為說 你如果長期停工是會有問題的 我覺得今天的發展 大家去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昨天第一時間傳出來的時候 遠兄說他要假扣牙 假處分 今天如果遠兄昨天真的假處分了 今天大家這個事情就繼續吵不完 大家應該去停工幹嘛 可是遠兄昨天就放給你 好你說要停工就停工 你要停工我們就不要吵 就照你的做 今天市府馬上就退讓 就是說市府在處理這個事情上 我覺得太多全魔的考量 就是說你本來是要跟遠兄 繼續去累積那個相罵本 就遠兄我不跟你罵 反正我們就你說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今天自己馬上退回去 就是說這個專業的問題 他不能用政治的東西來處理 他不斷地去算說 好像在跟這些你說財團也好企業也好 就是說你不斷地去玩這種 在這種政治上的算計的遊戲的時候 我覺得不見得會討好 不見得會討好 可是我們真的不懂的地方事情是 我要請教一下金蘭 其實你把這三天的發展 我其實我們看到一個事實 三天前副市長講的事情是 雙方共同來監測 到底這個大巨蛋安不安全 但第二天就變成什麼 大抵就是直接停工了 第三天的結果事情是什麼 立馬叫這個 立馬叫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就是大巨蛋要把這個南方的部分 要處理好 你不覺得這個地方好像有一出 完全沒有按照劇本 但是亂槍打鳥的一個狀況嗎 首先我覺得他們相關的資訊 就是市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左邊右邊所有的資訊沒有掌握好 那所以看起來是暴衝跟蟒動 你剛剛談到的那個就是鄧家基 他是議約人 所以他在19號的晚上 鄧家基 楊芳林 今天還講了有個邱易凱 還有你說那個洪志坤是監軍好了 四個人去跟這個遠雄 趙騰雄他們去談 談了有一個結果 第二天的報紙就是20號的報紙 通通都已經講了 往一個方向去 看起來要直接來處理這個問題 可是那天發生了一個事情 那個事情使得整個的情況翻盤的原因是 20號的那天早上 報紙雖然這樣登 可是監運局也做了一個報告 這個周里良有談到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那個打底的那個工程 就是我們在講 大家在講打底保安全 打底保安全 就一個月講的那個打底保安全 事實上在這邊有拖延 他特別強調的是東邊的那個 易仙路的那個安全疑慮 就是大家一直在談到 是不是在那裡會產生跟著有什麼拖線 相關的會影響板南線的這個過程 他把那個期限一直在拖 拖到要拖到七月八月 那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看起來捷運局看起來市政府是拿他沒辦法 這也就是姚立民講說他們有謀略 他就把這一塊其實是掐著市政府的這個脖子的這一塊 他在這裡面帶放慢的施工也好 或代工也好 他在這裡面把它拖延了 那使得市政府在這邊跳腳 我覺得你面對的是一個有謀略 或是老謀生 雖然或是他是極惡劣的財團都沒有問題 但是對方有謀略 你不是也有謀略嗎 但是你可以大家看到謀略就是政治性的 比如說聯中委員會 比如說相關的通通都告訴大家 這個遠雄集團是一個極惡劣的一個財團 他的政商關係複雜 可是真正碰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看起來是束手無策 所以他在20號早上捷運局那個報告完了以後 他馬上連夜開了一個內部會議 但這個內部會議裡面就沒有在找捷運局 這是非常奇怪的 然後什麼時候 這是什麼時間 當天晚上就是說那個20號晚上宣布 那20號晚上之前曾經問過捷運局 早上有一個會 就捷運局有做了相關的報告 那說是只要到底完成捷運就安全 這樣的一個報告 但是他說他那個大抵的時間有拖延 那在這裡面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林中明在那個會上 那個晚上的那個會 他說停工的那個會裡面 財政督發 還有這個文化 所有局處 體育局通通不願意出面去做相關的處置 對 逼著林中明用所謂建管相關的58條 或是三第六相關的款去做了 他的 五十八條第六款 變更設計 對 變更設計 他用的是變更設計 可是跟我們本來要處理的那一塊是不一樣的 他用左邊去打他右邊 那這裡面你就看到林中明他們出來講話叫政治性處理 政治性處理 鄧家基後來跟林中明出來開記者會都叫做不得已的政治性處理 就是他們已經看到捷運局的這一塊 在這個大抵要保安全的這一塊 遠雄在這裡面可能delay 刻意delay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必須要去處理這一塊 他就用這樣的一個非常手段 要來去處理這一塊 可是大家會覺得 你這樣的處理方式是不對的 你必須內部關起門來 所以昨天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市議會交通委員會 你看到了周理良說他其實不贊成 然後他們也沒有來諮詢我 怎麼會呢 那個真正要處理問題 要面對問題的是周理良 可是這個他在當天晚上沒有參加這個會議 這個決定他也不知道 所以周理良應該是苦主 但是他完全不被參與 他的說法一直說大巨蛋只要打底完成 保安全 這個捷運就可以走了 然後可是他另外又抓了一個人出來 那個叫林周明 林周明大概覺得說都市設計變更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家都知道遠雄大巨蛋 一直變更 一直變更 每次都在變更 那他已經不是個新聞 那在這個過程 他就必須拿他的正當性 這個正當性 就他把他這個拿出來 說他81處變更 還有一個 他們為了站住腳才去講說喝酒這件事情 要把政商關係再拖進來 要堅持市政府的正當性 可是這樣的一個做法通通都沒有去處理到核心議題 喝酒這個事情跟大巨蛋這件事情 怎麼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要件 就好像我今天來這個節目 只要我講得好我臉上有沒有喝酒這很重要嗎 傑銘現在已經是治理 他已經不是選舉 你選舉過程當中 你當初打連勝文 這是治理嘛 對啊 你當初打連勝文 那個過程當中 你用什麼大家都爭一隻閉 眼逼一隻眼過去 請問一下 有公文調到PTT網站上 然後讓大家看到林周明說 這個我們要開始下令停工了 那這個不是小手段 請問什麼是小手段 還有這個紅酒這個事情 有喝酒這件事情 我一直在講 你過去選舉當中所用的那一切都OK 過去了 那現在已經回到市政治理 你要拿的是真本事 不要再搞這些 這些搞下去 其實會讓大家看破手腳 今天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當天20號晚上 大家問林周明 你的公文怎麼隨隨便便就可以 掉在這個PTT上被網民被鄉民撿在那 他說我也不知道 他也很無辜 那天晚上他們開會開到八點多 然後他們的人自己跑 因為就在對面 市政府跟遠雄大 就自己跑去送公文 結果是掉在 應該是掉馬路上 結果他掉在網站上 網路上的那個PTT版 網路上可以調出資料來 是 對 而且上次周育寇 把這個就是當時大巨蛋的 點討報告 直接PO在他臉書上面的時候 記者曾經問過柯文哲說 這個事情要不要處理 柯文哲說怎麼可以他知道呢 結果搞了半天 現在加碼了 那個是廉政委員資料上網 現在是直接是市政府的資料 還沒公開 直接上網了 所以大家覺得說 不要再搞雕蟲小技 直接開大門走大路 解決問題 搞市政治理 不要跟馬英九一樣 只會選舉 不會治國 今天看起來 還在搞選舉那一套 好像面對真正要解決問題的這一塊 現在看起來會讓大家說 怎麼會有公權力耍弄成這樣 昨天說停工 然後再說局部停工 然後又要復工 他求人家趕快復工 鄧家欽他們開記者會 你趕快拿復工報告來趕快復工 他們怕他不要復工 你怕他不要復工 你又喊停工 這就是我們今天市政府 面對了遠雄 你知道今天這個報紙 我是覺得有點可惡啊 就是中國時報 他是拿 拿他來打老虎 武松打老虎 照理說 那人是趙騰雄吧 對 照理說 柯文哲在這裡 打遠雄這個大老虎對不對 他今天 醜化或是戲弄性的 讓趙騰雄來打 柯文哲這隻老虎 你懂我意思嗎 武松打老虎應該是 柯文哲去打趙騰雄這隻老虎 對 可是他今天完全的戲弄諷刺 這就是今天不能再搞雕童小技 你應該要真正的面對問題 那真正的專業是什麼 你怎麼會把早上周理良 跟你講的那個真正的危機 不找當事人來做核心 面對問題的處理跟解決 竟然把他排除在外 然後私底下開了一個會 苦主變成林中民 林中民說我也不知道 被抓來變苦主 他在場這麼多官員 沒有人要出公文 你不覺得很哀怨嗎 那不覺得這個市政府在治理上面 覺得在辦家家酒嗎 好 我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大巨蛋停工 一日豎變 就是這幾天 其實我跟各位報導 從禮拜五就已經有鬼了 然後見面也很奇怪 最後結果是叫做宿便 其實我們焦點在柯文哲 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那板南線有沒有安全 一例是我們老百姓 其實我這樣講 大部分走板南線的人 沒有像我們那個護術聯盟 猶豫這麼在乎大巨蛋猜不猜 他們比較在乎的事情是 我的捷運到底安全 可是沒有給答案 直接市府就說 接下來市府就說 我要送辦馬英九跟李樹德 你不知道哪裡就是哪裡 說得不對 不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 遠雄剛剛決定全面停工 磕又變卦了 大巨蛋可局部復工 那麼五月二十二號 蘋果日報 那麼就有說一句話 就是這是五月二十二號 蘋果日報決定事情 那五月二十號是這樣子 北市府發函 遠雄勒令停工 遠雄說他暫不停工 到了五月二十一號十二點 遠雄又說了 我不會抗命 這個違法抗命 即刻起全面停工 那麼幾千個這個勞工就出來了 把門上鎖 那媒體就把它拍下來了 就是說你要我停工嗎 好 我一千多人可以你撤廠 你什麼樣子 那接著到五點半的時候 北市府又說了 因為安全因素 他已經全面提工了 人都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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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他就說 好啦 你來了 你來了 我們還是先行報備施工 形同可以部分施工 那我剛才解釋過那些內容了 那這個苦主又來 叫都發局 遠雄你申請先報備施工 但非復工 有些做一半的工程 不能縮停 需要做一定階段的才可以停 各位觀眾朋友 你聽我唸這句話 有沒有很繞舌 我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說 怎麼解釋這個事情了 接著柯文哲又說了 哎呀 遠雄是說你扛這個停工風險 柯文哲又說遠雄一說明改善計劃 而非一副我不屌你的樣子 這個你整個過程當中 你有看到科學的專業嗎 有看到工業工程的這個專業嗎 你有看到土木工程的專業嗎 看起來就是抗命不抗命 停工不停工 一副我不屌你的樣子 好 我先講到這邊 因為等會我們要問一下 游一眼你怎麼看 因為當然這個目的 我當然在第一時間停工的時候 我相信整個松菸公園的 催神聯盟召集 應該是非常快心以為 大概以為這個巨蛋應該有機會拆了 但現在要復工了 那復工巨蛋就是要繼續蓋了 稍後之後我們看看 游一怎麼來看這件事情 明一誘